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再加上做起不正常容易被疾病给产生的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在我国肾衰竭的病发率是越来越严重 每年都有4000到5000宗肾衰竭的案例 而洗肾人数呢也是逐年的攀升的 其实从中医学的角度 透过珍贵的药材能够调理和保护肾脏 这什么药材这么神奇 而当药材遇上生物科技又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马上带你去了解 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不正常 很容易会让肾脏出毛病 在新州日报礼堂进行了一场关于保护肾脏的讲座上 不少民众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肾况了 熬夜 慈悉 那个对我们的健康都有大的损害 最近上了年纪 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出了状况 健康对人生是最重要的 肾脏的健康很重要 想要保护肾脏临床营养师说 除了注意饮食及养成良好的作息 也可以透过药材 我们肾脏会发炎 那发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A型电球菌感染 那A型电球菌感染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经由感冒 有经由其他的管道 那这个时候呢 您用比如说像冬虫下草这样的东西 它可以把A型电球菌带到免疫系统去处理掉 那这个感染源就没有了 原来能够补肾护脏的 是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药材的冬虫下草 不仅能够消除疲劳 还能够起到免疫调节的作用 不过脱科技的服务现在不必亲自熬煮 也能够放心享用了 我们透过了一个所谓的精准的比对 我们了解到我们拿到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冬虫下草菌尸体的科学性的产品 它可以去比对到说跟原珠虫草的成分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想你得到的效果跟原珠虫草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利用生物科技来研制冬虫下草 这当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我们去模拟青钢杖高原上独有地理环境的一个微量元素 那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之下呢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纯粹的冬虫下草菌 让大家都能够很容易地追求生物科技的一个营养 珍贵的药材 这么说来生物科技已经可以模拟出冬虫下草产地 中国青康藏高原的好山好水了 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培养出冬虫下草菌丝体产品 当药材遇上了生物科技 现代人不必耗食熬煮药材也能够轻松吃 补肾又养脏